有点母亲欢我欢歌 话说这个男人被抓进警局 警察不由分说 拿起塑料袋扣在他头上 他双手被捆无法反抗 呼吸越来越急促 眼看就要窒息 这时女警长出现 面临两个警察助手 把两人赶出审讯室 亲自给男人解开手铐 不料男人突然发动进攻 抢走女警长手枪 挟持女警长离开警局 驾驶一辆警车扬长而去 三天前男人19岁的女儿突然失踪 他意识到女儿肯定出了问题 因为女儿性格十分叛逆 经常做出格的事情 他向好友询问 女儿最近的活动轨迹 得知女儿谈了男朋友 经常和男友出去吃喝玩乐 不干正事 他在酒吧里找到女儿男友 果然在男友手腕上 发现了女儿的祖传手链 他向男友打听女儿消息 不料男友十分嚣张 威胁他不要多管闲事 而他也是个暴脾气 薅着男友头发在桌子上蒙怼 一口气干翻三个壮汉 这时男友父亲老黑心 带着两个壮汉出现 老黑心可不得了 是当地最强地头蛇 统治着整个小镇 老黑心叫来警察 把男人抓进警局 拿走男人手里女儿的照片 让两个警察干掉男人 并伪造成意外身亡 幸亏女警长出现 男人才逃离了警局 男人离开警局后 一路加速 潜入老黑心别墅附近 打开警车后备箱 拿出喷子 潜入附近树丛中 恰好看到老黑心回家 男人拿出喷子绕后 瞄准老黑心 让老黑心交代 他女儿在哪 老黑心十分狡猾告诉他 从来没见过他女儿 让他不要激动 以免酿成大错 正当他犹豫时 老黑心的儿子出现 说自己的确是他女儿的男友 带着他女儿到处吃喝玩乐 逍遥自在 而且他女儿静不住折腾 估计是活不成了 他还听对方如此淘气 一喷子上去 送对方上了西天 老黑心的媳妇听到枪声 立刻拿起武器反击 男人肩膀被打伤 只能跑进树林 老黑心看着没气的儿子 瞬间失了智 找来所有保镖去猎杀男人 保镖迅速出击 跟在男人身后 男人躲在拖拉机旁 迅速脱掉外套 按住伤口直血 悄悄绕后 瞬间锁后 掰扯保镖喉咙 抢走手枪 干掉另一个保镖 再次消失在丛林里 另一边女警长听说 老黑心家里发生了枪击案 派手下协助抓捕罪犯 但手下看到被杀的保镖惨状后 心惊胆战 立刻选择放弃任务 不料他刚走了没两步 就被男人暗倒在地 手下当即向他表明警察身份 他拿走手下武器 并让手下给女警长烧去口信 请求女警长帮忙调查老黑心 手下走后 他趁太阳落山 进入树林深处 潜藏在破旧小屋里 而老黑心的保镖怕被偷袭 选择暂时撤退 等第二天再追捕他 黑暗小屋里 他点燃一盏油灯 开始治疗伤口 他把烧红的匕首按在伤口上 巨大的痛苦 让他满目猙獰 皮肉烧焦的味道 让他脸上全是冷汗 简单包扎伤口后 他因体力消耗巨大 逐渐昏睡过去 在梦中 他见到了被残忍杀害的女儿 女儿躺在海边昏迷不醒 老黑心耗着女儿的头发 按进海里 女儿肺不进水 当场煤气 女儿的遗体被海浪卷走 消失不见 他瞬间从梦中惊醒 老黑心的保镖却出了线 三个保镖摁着他在地上一阵摩擦 他毫无还手能力 只能抱住一个保镖大腿 但保镖仍不停手 摁着他腰子凤凰蒙队 这下他怒火攻心 一肘子砸碎保镖前列线 拔出保镖手枪 连开三枪干掉三个保镖 把保镖队长打成重伤 捆在木屋墙上 拿出匕首 一刀刺穿保镖队长大腿 让保镖队长交代女儿的行踪 而保镖队长十分嚣张 说他女儿是个瘾君子 在一次自嗨后陷入昏迷 保镖队长当着很多人的面 祸害了他女儿 他一听瞬间怒火攻心 一刀上去 送保镖队长上了西天 他拿起对讲机 和女警长取得联系 在小树林和女警长见了面 要和女警长一起组队 找到老黑心犯罪证据 女警长当即同意 因为在这个小镇里 经常有妙龄少女失踪 而这些少女都和老黑心有关系 但警方没有证据 再加上老黑心的强大势力 根本无法抓捕老黑心 而男人的出现 让女警长看到了 扳倒老黑心的希望 与此同时 老黑心找来一个老特工 这个老特工可不得了 是个传奇人物 专做暗杀任务 总统都得让他三分 男人正是老特工的徒弟 更可怕的是 男人是老特工的亲生儿子 只是老黑心 压根不知道这层关系 老特工告诉老黑心 那个男人名叫社会王 是个传奇特工 老黑心惹上了社会王 基本上已经凉凉 老特工让老黑心 提前准备后事 但老黑心有的是 钱和势力 找来亿万富翁座中间人 答应付给老特工一千万 让老特工猎杀社会王 老特工当即同意 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即老黑心安排老特工 掌控警局 调来雇佣兵做老特工小弟 老特工按照女警长 给的频率和社会王取得联系 劝社会王举手投降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社会王一听是老父亲的声音 眼中满是热泪 他告诉老特工 你孙女被老黑心给祸害了 至今下落不明 老特工当即傻眼 坐在凳子上一阵发呆 眼中露出冰冷杀气 老特工深吸一口气 命令雇佣兵进入老黑心的别墅 一旦遇到社会王 不许开枪 一定要确保社会王的安全 雇佣兵当即行动 在别墅上方建立两个狙击点 利用夜视镜 四处搜查社会王的踪迹 而在院子里 埋伏着几十个突击步枪手 准备包围社会王 这时社会王借助树林掩护 手拿突击步枪 潜入别墅正前方 社会王架起突击步枪 对别墅一阵秃突 别墅里的雇佣兵 迅速建立防御点 和他疯狂互喷 两个狙击手在制高点 对他不停点射 他立刻调换位置 抬高枪口一顿输出 干掉一个狙击手 缺少高点火力压制后 他的战斗力彻底爆发 正面和雇佣兵刚枪 一口气干掉十个雇佣兵 与此同时 老特工在警局指挥室里一顿发火 命令所有雇佣兵停火 不要伤了社会王 但这些雇佣兵拿的是老黑心的公司 只听老黑心的话 老特工彻底失去控制 前边社皇通过一阵大战后 一人干掉所有雇佣兵 进入老黑心别墅里 绑架老黑心的妹妹 让老黑心交代他女儿的位置 老黑心脾气很刚 根本不告诉他 他也不废话 每隔一分钟 掰使老黑心妹妹一根手指 妹妹疼得嗷嗷直叫 老黑心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自然 只能说出他女儿的所有事情 原来社皇的女儿和老黑心的儿子 的确是男女朋友 但这两个小青年从来不干好事 拿着钱四处浪 还成了隐君子 在一次自嗨后 他女儿用量过大 口吐白沫 当场晕倒 大脑受了损伤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当地警方肯定会调查老黑心 而恰好老黑心刚和一个大佬 签了一个大合同 如果老黑心名声受损 这个合同就会报废 于是老黑心一不做二不休 当着儿子的面 把社皇的女儿带到海边 摁在海里淹死 并把遗体扔进海里 就算遗体被发现 通过老黑心运作 也只能算普通的意外溺水 完全摆脱所有责任 社皇听完老黑心的话 心中怒火中烧猛一用力 再次掰扯老黑心妹妹一根手指 妹妹疼得瑟瑟发抖 老黑心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站起身把头顶在社皇枪口上 让社皇有能耐就开枪 正当双方对峙时 老特工通过对讲记录音 拿到老黑心杀人的证据 带着女警长和一群手下 包围老黑心的别墅 拿出大喇叭 开始劝社皇释放人质 社会王带着老黑心和妹妹 走出别墅 手里的枪一直顶在老黑心头上 此时他内心十分纠结 如果他杀了老黑心 就算有父亲老特工撑着门面 他也得被抓坐牢 而如果他放了老黑心 按照老黑心的势力 不出半年就会出狱 根本无法给女儿报仇 他眼中满是犹豫 不知道该咋办 老特工看出他的想法 不停劝解他 而老黑心却黑了心 不停用他女儿被杀的事情刺激他 他内心怒火再次爆发 要当着老黑心的面 杀了老黑心的妹妹 老黑心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只要他开枪杀了妹妹 到时候老黑心就会毫发无伤脱身 不仅干掉了社会王 还除掉了持有公司50%股权的妹妹 老黑心就能掌控所有资产 但世皇看穿了老黑心的阴谋 他在老黑心震惊目光下放下枪 警察冲上来立刻逮捕老黑心 把老黑心和妹妹塞进警车 世皇则体力不支躺在地上 女警长要送他去医院智商 他当场拒绝 选择离开现场 世皇走在大马路上 低头一看 女儿就站在他身边 拉着他的手 和他慢慢消失在路边 世皇内心十分安静 他不仅替女儿报了仇 还帮众多失踪女儿 惩罚了老黑心 与死同时 老黑心坐着警车十分开心 正在盘算送多少钱出狱 不料警车突然停下 司机假装尿急 下车离开 这时老特宫手拿武器出现 一身杀气凶悍无比 老特宫作为世皇的父亲 十分心疼孙女 虽然世皇放弃了杀掉老黑心 给女儿报仇 但老特宫并没有放弃给孙女报仇 老特宫抬起枪 对着老黑心和妹妹就是一缩子子弹 老黑心和妹妹被打成马蜂窝 手拉手投了胎 从此世皇和父亲拿着一千万 过上了继续猎杀老黑心手下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聚中 不要随便招惹特宫 毕竟特宫他爹也可能是特宫 这部电影里 大反派老黑心为了自身利益 不惜惨害妙龄少女 结果得罪了顶级特宫社会王 虽然世皇最后饶了老黑心一命 让老黑心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世皇的父亲却不管不顾 不仅拿走了老黑心一千万的雇佣费 还亲手送老黑心上了戏天 不得不说做人千万别太黑心 不然的话早晚会遇到狠人 另外如果你遇到了老特宫 你会咋办呢 在评论区告诉荒哥你的想法 要是荒哥的话就送他一把霸雷特 让他继续攻击老黑心 好了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荒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